一个妈妈 两个女儿 因为我两个女儿太辛苦了 我们这个家就两个女儿在支撑 当她遇到年纪轻轻 竟是玉石界鉴定的行家里手 不错 你一眼就能认出这个木纳长口 还是不太容易 一家居你选择了她 将来结的婚时她送你的东西 一定值百万哦 希望跟你多交流 对你印象真的很好 年轻时尚的北京女孩也加入竞争 比武尽显男儿本色 美妙歌喉能否获得男士们的青睐 我都相信 一切精彩尽在本期选择 这一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非常高兴 我们有三位男嘉宾三位女嘉宾 在这里寻找他们的爱情 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来的两位选择顾问 情感达人王维念老师 欢迎您 媒体人庄严老师 欢迎您 王老师听说您最近身体小样 小样没什么小样 就是脚有点小样 为了不让大家看见我的脚 然后拿一大桌子给打上 但是您知道吗 今天这样很影响我们的录制 因为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就是想上来跟您PK武术的 您的情况还能批吗 你放心吧 我半只脚就把他撂倒了 一号男嘉宾您好 您好 王老师 您就大年龄啊 我33岁 33岁 你怎么不管我叫姐呢 我看你像23呢 小孩挺会说话 怎么就报名参加选择了呢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男嘉宾您好 您好 您好 王老师 王老师 你坐会儿 大大好 大大好 这个小裙子很漂亮啊 哎呀我就觉得这穿这裙子得有一定勇气啊 这是裤子 这是裤子呀 我现在想一阵风归来 我多么盼望这个演播室有一阵光 看人家比较可爱吧 小甜甜的那种 好看吗 还行 我们的编导说 说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 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求有点高 我可能伤怕了吧 被男人给伤着了吗 也没有特别的伤害 但是我会觉得通过就之前一些感情经历 可能会现在有点不敢迈出 就是再往前走吧 你会不会曾经有一段想过 男人哪个好东西 这个我倒没有 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大家没有走在一起 但是之前还是有很多美好的 可能是我比较特殊 可能是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您对王文燕老师印象怎么样 觉得王导兔也帅 然后就是冲着王导来的 26岁的北京女孩说臭年来的 这就是名义啊 有些人说都是48岁以上的 说才关注我 53岁以上的才有可能喜欢我 78岁以上的才是我粉丝 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 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这是什么情况 生活里有点尽量人的我就是18还是19 所以我觉得跟他 大家可能会有点误会的 假如说王文燕老师年轻20岁的话 你会考虑他吗 会啊 因为我经常看王导的采访 你这样的男人也可以啊 对啊 王导多好 你很顾家嘛 但是他真的倒退20年 由时间回到了1994年的时候 他并不是一个好男人 谁说就好像我原先十足过人 对这个时候起码可能没有你现在看他这么优秀 是不是王老师 那个时候比现在更优秀 那你为什么还分手呢 这跟优秀没有关系 那你那时候优秀 现在还不如那时候 那个时候更适合当老公 现在呢 现在更适合当 我们在了解这个女嘉宾的基本情况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大家好 我叫总集 今年26岁 是一个典型的巨蟹座 北京女孩 业余时间呢 一般我都会出去看话剧 看电影 周末呢 我一般都会和朋友 去消息走走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朋友们呢 经常称我为林博客 因为基本遇到小假期 我都会尽量地出去走走 希望未来的它 可以阳光 孝顺 有一份自己的 喜欢的小事业 并且热爱旅游 喜欢小动物 因为我家呢 有一只很可爱的嘉费猫 未来 既然与你一起走世界 看你家那只猫 太好玩了 长得比较好凶 不太笑 就是那个表情 老师就跟那个 特别生气的一样 其实很可爱 对 其实特别温顺 那个猫需要每天 给它收拾吗 它就特别爱干净 对 我觉得就是 这个动物应该是随主人吧 就我妈妈有点洁癖 然后她特别就是爱干净 就每天就是 像大小便什么的 都会就是肯定会 到猫沙上 对对对 然后就是吃个饭 要舔半天 自己的毛啊 洗半天脸 太可爱了那小猫 你家那猫 长得有点像猫叶老师 那猫可爱吗 它有点太凶了 它不像我 你过去也不爱笑啊 对 像我以前的我 你后来为什么爱笑了呢 因为我妈说爱笑的人 有福气 那是你妈说的吗 那明明是我说的 喜欢小猫吗 猫我比较反感 大学时候认识一个男孩 我们应该算是高中同学 但是高中的时候就是 我还是挺爱学习的 就没有这个什么早恋呀 什么的 然后高考之后 我们有一次毕业旅行 然后可能那次接触比较多 然后后面就慢慢在一起 等到她工作之后 因为她的就是公司 离我家很近 所以这样就是接触 比较密切 然后就热恋了一段 对 你从心里边会不会觉着 这辈子就这个男人了 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说 就是比如说 合不合适呀 或者性格上 就觉得一路走下来 可能就是 就也没有想 可能就这个人吧 就也没有想过多的 说到底合不合适 条件是怎样 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其实你是陪着她 过了苦日子的 就是从五百块钱的实习费 直到她后面收入相对还好 然后这个车房子 都一切都全了之后 就准备结婚了 楼层都是我选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有别的情感经历吧 就她其实有了新的感情了 你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 这男人有 那就变坏 就是跟人还是有关系吧 她可能 从小可能家的条件比较好 然后可能后面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之后 她家里有一些变动 然后可能 以至于她就是性格上 很要强 她需要就是 通过她自己的努力 把就是小时候的生活 再追回来 再追回来 对对对 再争取回来 觉得像她这种 谈这么长时间 应该早点把这事就定下来 就别这么不当回事 不管什么年龄 七年之痒都挺痛苦的 那一瞬间你会真的相信 就是真的有七年之痒 这么一说 看您的微博上面写了一条 就是结婚 就是一定要在三年之内 要结婚 否则就结不了了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一到两年 是最合适的 后面如果让我现在 再去选择 我可能不会 如果一个男生 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可能不会陪她 这么久的时间了 你的爸爸妈妈 怎么看这件事 我跟我妈妈也在说 我说其实并不是 我在之前也在反思自己 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或者是她哪里 哪里做得不好 然后我们可能 彼此改一下 也许会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即便她没有 就是和新的感情 这种就是聊天也好 怎么也好 我觉得可能 也会有别的问题出现 我觉得可能老天 就是已经给你安排好 这段感情 没有办法 走到最后 所以也不用后悔 就是再往前看就好了 家住在北京东寺的董吉 是地利道道的北京女孩 她目前在一家投行 做董事长秘书 董吉的父亲 是某国企的中层干部 从小 董吉就是父母眼中的 掌上明珠 也正因如此 董吉很快就从 上段失败的感情中 走了出来 我从哪里看到 她有这个年纪的 女孩子的烙印 这一句选择语录 假如说我单身 我写我的选择语录 我可能会这样写 我希望找一个 能精神上交流的男人 因为我已经觉得 她疼不疼我 爱不爱我 宠不宠我 不是第一位的 但是呢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谁还没个公主梦啊 感觉她不是想象得 那么成熟的 您好 您好 你给她介绍过对象吗 没有 你怎么这么点事 都不赶紧帮她张罗啊 她自己好不容易搞定一个 她 不是她吗 是 你自己有男朋友了 对 但是你 也关心她 赶紧有一个 对 挺希望她 赶紧找一个 能疼她的 你看你说的 也是能疼她的 对 因为我觉得 她还是挺需要人保护的 她生活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平时跟我们在一起 都挺开朗的 然后也挺会照顾 我们朋友的感受 比较会关心人 然后做饭也挺好吃的 这不就是那八个字吗 上得听堂 下得厨房啊 一号男嘉宾 你好 您觉得这个女嘉宾 对她印象怎么样 挺好 非常好 您是哪年生的呀 81年了 81年生的 你觉得这个年龄 会不会差距有点大 您觉得呢 我是80年以后都可以 她不嫌你老 你嫌她小吗 不嫌 18的我也不嫌 哎呀 其实这个一号先生啊 他跟我们选择 非常的有缘分 倒不是说他来过 而是他的一个亲人来过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段 他就要说 他没有 trial 我中了 这个女嘉宾 我的女嘉宾 这是一个女嘉宾 她是一个女嘉宾 我没听说 我没有听说 这需要有点点 我没有听说 你会有点点 我没有听说 也来到了这个平台城 我希望他在这里 能能找到属于他的幸福 这位先生呢 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的 哥哥不是亲哥 应该是堂兄弟这样 两个人的名字差不多 这位哥哥呢 在我们的节目中呢 找到了一位女朋友 然后今天呢 我们邀请他来到现场 他说我女朋友不让我去 所以他今天没能够来到这里 王老师你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 找对象就不来了吗 为什么 就媳妇管得严了 你就来给我们凑个热闹吧 多好 你说我们这 那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到底是什么性格的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在内蒙长时事 从军入五 通过距离声长的洗礼 让我懂得了很多做人道理 最珍惜的是在友之间的感情 和兄弟之间的经历 因此我的朋友非常多 对我之后一直从事要销售工作 从机场做起 做到了打水经历的位置 负责全国推广和销售 因此呢 去过全国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省份 所以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我有一个和其他人 对象的相关是讲过自己的婚礼 会与旅行结婚 最重要的目的地呢是 爱华里大学开讨 也像对象自己的婚礼 像堵神高尽一样 变天撒钱 但是由于男嘉宾就色 不能撒欧元的 只能撒干瓣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撒钱吗 先生 你不爱笑吗 我愿意笑 我看你跟我们摄像 差点打起来刚才 不是 他老跟我叫板 不服不紧 是吗 哪个摄像不服你啊 然后他给我倒了这壳 我真的收拾什么 什么 你准备怎么收拾他呀 撂倒他 撂倒 你能不能先别了 今天王老师受伤了 你要是把庄老师撂倒 我会很高兴的 好 盒子 少撂我 怎么反怎么撂 我跟你讲 庄老师 我是已经被人撂倒 我也不怕再撂一回来 庄老师你可真不一定能撂倒 你知道吧 庄老师打小就打庄 你知道吧 你就少林寺你知道吧 少林寺你知道他去过多少趟 一趟没去过是吧 可能是年龄上的问题吧 有点大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是做生意的 他就当个病人 他可能不是思想上 还有打扮上 心动来说都比较成熟一点 你一直在看他脚 他生病了今天 你生病就撂了 不生病就不撂了 谁啊 他要跟生病的练练 他练练练练练练吧 这还谁怕谁呢 这真谁呢 这是真人 你有什么本领啊 一会儿你先说好了 我说他哪儿坏了 腿坏了 他就练腿呗 他脚坏了 就练脚呗 哪坏 上一回那个话筒 我说为什么会掰断呢 就是叭就生气 就嘎就好几个话筒 今天您别掰话筒了 挺贵的挺贵的 对 这咱俩就谁掰断 谁赢就完了 就那也挺贵的 咱俩掰腿还是 摆腿 摆腿 我摆他吗 我吓着你 那个有一招叫做抱腿挺帅 他是这样的就是 你别老躲啊 你这道具 道具不能躲 谁抱谁还不知道呢 我全趴着想坏了 不行啊 这样 不行不行 我掐不了手 我这 整伤狗上玩了 不是不是不是 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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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无紧 无紧这是亲那是必须得练的 周老师 还您来吧 我来吧 我来吧 抱腿挺帅是吧 它是个道具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抱腿挺帅 一般是在敌人正式对视的时候 然后一个肩步重新去 这个顶住这块 抱住这 然后 一顶这么就 他自然而然就倒了 那然后呢 倒了之后就可见了 然后挨得稳了 你没有 我们喜欢看那个倒了之后 可能都是 对呀 对呀 不敢 对 不敢 但言量一招别的 对吧 叫做拉斗别臂 找一个过去症 你看到吗 这这 哎呀 啊 这这你太手下留情了 我不管 这你两个都怕看病了 哈哈哈哈 他身体太结实了 当过病 然后 东北人有的时候 脾气会急一点 性格会暴躁一点 但你不觉得 对 带在身边会有安全感吗 哈哈哈哈 我先问一下 那刚才那说话的是你哥吗 什么哥 堂哥还是表哥 堂哥 他找到对象了 早了 早就不来了 你要找到你来吗 我来 你不会像他一样吧 我肯定不能 他为什么不来呢 肯定是管着眼 是 据说说拍个小片 还得请示 干一张 他俩打一架 给您说两句话 他俩为什么打一架呀 怕他在招风吗 啊 但您要聊到你还来是吧 我不怕招风 你这小伙子越来越喜欢他 你原来是森井吗 是森井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那蒙古 我对森井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我当年呢 1997年的时候 在森林里 就是那个小青岸林里采访 在那附近啊 结果我们有一天晚上路过的时候 赶上了一场森林大火 那个森林大火呀 就一烧就好多天 你知道吗 很多森井在那 然后我们就就地就报到了 跟了十天 哎呀 我一下就对森井啊 充满了崇敬 我这森井 你崇敬我都行 行哥们 崇敬你啊 崇敬你 我是救过几场倒火 当时是像九九年二三大火 是烧了四十多天那个吗 对对对 四十多天 那你这经历挺不平凡的呀 所以是丑子老嘛 解漏 33岁看得也就这样是吧 我是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森林警察 要去管人家部落之间的冲突 我觉得这有关系吗 你对这个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挺好的 你能把手放下来吗 你这看得有点像 来 干嘛呀你 你有点像打架 聊聊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聊聊吗 聊吧 聊点啥呢 你怎么像坏人呢 这说话 我瞅人 对呀 得像 得像点好人呗 对 那好人都聊啥呢 你没想过亲呢 没想过亲 从来没想过亲吗 从来没有 你相过亲吗 我相过亲啊 那相亲就没有一个成功的 没有 都成朋友了 挺吵的 我抓了 你抓了 像他这样呢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他应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现在有一个任务要是请你们二位完成 请你们二位背靠背 这是一份我们节目介绍你们的一份文案 这份文案现在就夹在你们俩的中间 要注意你们现在的路线是这样的啊 来看我的路线 要下台阶 然后从这走绕大圈 然后上所有台阶 然后从那绕回原地 我们要看一下在这过程中 谁先把纸掉下去 谁罚俯卧称25个 来 这个这样来一个人喊口令 跟人一起走就没问题 开始 怎么走 他说不可以用手 我得用别的别的呗 用手别的呀 筷子啥的有没有 不能 两根夹着走 那就走吧 咋的都不行了 你这么 你正着走 然后我倒过来 走 走 你慢点 你跟着我老前 慢点慢点 稍微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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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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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往下台阶了 你自己别拽了就行了 哎呀 第一次失误了 好 我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啊 其实还是 还是侧子走好走一些 而且两个人脚步一样 就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这一次机会 你们再把东西掉了 那就只好 两人共同俯卧称了 我都不会 开始 你把手给我 绑了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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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我一下 走 走 这好高啊 慢点上 再上 上再上 像这个 像红这上 走 走 再转过来 走吧 你还是 你站过来 在哪儿的东西 瞎的呢 他们是在说 好了吧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很好 那女孩需要找一个 有安全感的 而且说能够 能够随时的说 能够宠于她一些的 对对 这个姑娘 你觉得刚才这个过程中 她表现得好吗 挺好的 我觉得她会比较照顾人 会让我去冲钱走 假如 我们按第一次的 这个结果的话 你们需要做 一人做25个服务撑 你可以吗 我可以 那她怎么办 我帮她做呗 我用书了 给定 刚才这个过程中 我们 会不会对这位先生有很多加分 王老师 你别让她找着 关心老婆的窍门 你别让她弄清楚 这女人需要一个 非她性格之外的一个东西介入 你一旦让她弄明白 她其实挺会当老公的 简言之就是这个男人 你不要着急的你看到你要的东西 你想要她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意识地给她 不带有强迫色彩地给予她的一些东西 让她自然接受 你不要强加给她 你要强加给她 她会有也故意不给的 她是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她的话 你需要去了解她 你会发现她越来越有味道 你第一眼看到她的话 你并不觉得 对她有好感或者什么样子 刚才在做这游戏的时候 是你首先提出来拉起手来的吧 是的 我觉得这男孩按道理说 应该是比较招女孩那种男孩 并不是应该说没有女朋友的 你哥把你推荐来的对吗 我自己抢上来的 他在这都找着了 他那样的都找到 你有什么才艺吗 我今天没有准备 好那您休息一下 离开现场之前有什么话 对这哥哥讲吗 希望你早上找到自己的幸福 体力 你当领导当习惯了 跑我们这儿当领导来了 算了 我送你上来 不用 听着怎么那么吓人 我送你一场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我觉得她还是 就比较典型的东北言论吧 就是相对说话会比较直接 然后不会 可能说话的时候 不会太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但是就是可能心都是特别善良的 她会就是让我 一直跟我说 就是我冲前走 然后可能也想挺体贴的吧 编长给我介绍 您在经历的时候呢 说到了一次跟狼的故事 我挺感兴趣的 您当时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了狼啊 当时在我们救火的时候 在内蒙古的根河 森林到火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需要找树营地 当时呢我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战友们扎完树营地之后吧 就熟去打火去了 留下两个人来留守 留下两个人留守之后呢 我那个战友就特别耗睡 也挺累的了 然后进帐篷里睡觉去了 我这个在外面去打水去了 回来煮方圆面 吹上火了 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个味道吧 把狼就引来了 是夜晚吗 傍晚 当时就喊我这个战友 我就喊那个私心私生略味了 他也不出来 他是咋的了 我说狼来了 他就更不出来 然后我就这个 一时有火 你当时是吓腿软了吗 当时不知道害怕的 唯一的武器吧 就是这风力灭火机 那个对着这个 我认为当初应该算是头朗了 因为他的这个 我记不清是上额 还是脸的什么位置 这白的毛比较多 我认为他是应该数量比较大的 然后呢 我就拿了这个唯一的武器 风力灭火机 对着这个 头朗就吹就行了 结果这个风力灭火机啊 这个马力特别大 他的吹的话 人都站不住 根本站不住 所以说就给他给吹跑了 不 你就用这个灭火机 把他们吹走了 就一只狼吹走了 其他的也都敢跑了 那个灭火的东西 它是可以 可以把火吹灭的 还是这样的吗 它一拉 就叹叹叹叹叹叹 就就起来了 我们原来见过 那个森林里灭火的东西 那比如说人要是站在跟前 是可以吹 可以吹跑的是吧 有那么大力气 哪有 那你就是 那我就觉得 你比拿的一支枪都管事 他这段节目说完了以后了 在一号 你生的心里又给他加分了 其实我当时 也多亏拿这个风力灭火机 如果要是拿箱的话 把头狼伤了 我估计我也就废了 对 因为他把头狼伤 那些狼绝对会跟你 那你弄不了他 你还击那么多狼的那种武器 你还真弄不住他 对 你那战友呢 我战友始终都没输了 你后来你问他 他是啥意思 他能给我打证实 就是证实这个事是真的 因为他听见狼叫了 也听见我叫了 跟狼差不多少了 要不然我跟别人一说这个事吧 都不信 没人信 对 但是他是唯一能给我证实这个事的人 你当森林警察碰见狼 其实这不是个什么 不是啥大事 但是关键是一个人碰见群狼 对 这个事是挺少见的 他说完他的经历 我都挺佩服的 是吗 刚才我们还说 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对 做游戏的时候 多有默契 贺小松告诉我们 在他的感情经历中 让他最不能释怀的 就是在他退伍之后的这段感情 那个因为他是歌手出身 所以说 他的这个打扮呢 玉泽呀 比较华丽吧 我父亲呢 不希望我找到这样的女孩 然后当着他的面就说 我不同意你俩的事 你爸也够直的 我爸直 然后我这个女朋友也更直 他说的那个 贺小松 要不然你就留家 要不然你就跟我走 当时啊 对了 当着你爸的面啊 然后你选择了 我跟他走了 那你说你爸还不得气懵了 我就总让他气懵 太让爹操心了 是 这算是私奔吗 我的理解算吧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退伍 还有没有任何特长 然后我俩是摔了70块钱 到长存去 到长存之后呢 我是当保安 他当个手 他当时一个月能赚一万多 我当保安一个月赚七百六百 哎呦 然后去了我们的花销呢 一个月能攒几千块钱 攒这个钱呢 就开盘店了 规模不大 但是比较红火 生意上呢 也顾不到人来 来帮着照顾和打理 原本以为从此两个人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但是令贺小松没想到的是 双方家人也渐渐插手到他们的生意中来了 一时之间他也失去了主见 我觉得第一对不起我爸也同时也对不起这个女孩 人家对你挺够意思的 对我相当够意思的 嗯 你想你挣几百块钱 人家挣一万多 但是我俩分他也正是因为我这个对不起他 有一部分这么的严肃 你又出轨了 不是 我不是那种人 嗯 那你怎么对不起他了 不是 我就不是说对不起他 我就觉得他跟我一起吧 不会太好 贺小松之所以会值得对不起前女友 是因为在父亲和前女友家人的矛盾冲突过程中 他选择了站在父亲的立场上 两个人的矛盾演变成了两个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 最终两个人只能以分手高中 他现在还在北京唱歌呢 现在好应该不用再唱歌了吧 嗯 应该条件非常非常好的 那你没跟他联系联系 我俩不能再联系了 永远是胳膊 那也就是说见面 不见面 不见面 他结婚了吗 没结婚 那我再帮你穿腾穿腾呗 就是不劳你费心的 我穿了好几回没穿了行 哦你试过了 像有意的跟他聊一些什么东西吧 他也 我俩因为都是聪明人嘛 他也就直接跟我说 不结茬了 这个内容不结茬了 对对 他告诉你 咱俩不可能了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现在就不打算再结婚了 那不打算再结婚了 这话实际上还是有气的 我曾经也这么想过 是不是跟我斗气呢 再好好哄哄什么的 然后试图着给他打电话 结果把我拉黑了 看你光跟他分手 就以后谁都不找了 放开上去 好难忍哦 想帮你去联系一下 你不敢 你说你很坚定的告诉编导 你们俩就是朋友了 是的 是的 如果有一线希望 你还会去弄 换言之 他突然会来找你 对对 找我我也不会同意的 我的爱好 我俩的这个 这个共同之处 不多 所以说他为了迎合我 然后去改变自己 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会不会对歌手这个职业 本身就很敏感了呢 歌手的职业没有什么敏感的 我觉得他们都挺重情义的 来 二号女嘉宾您好 您什么职业 我现在的话是一个统筹 电影这方面的 一人统筹吗 剧本统筹 项目统筹这方面 您对我们一号男嘉宾 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一号男嘉宾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男性 非常老的 对 我觉得他心里 应该有他一个目标 就是他想找什么样的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三号女嘉宾您好 方姐您好 对我们一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 像东北男人那种比较仗义 然后比较成熟 然后说话的时候 他可能自己不觉得 他有时候挺幽默的 他是挺幽默的 他就是不爱笑 你确实不爱笑是吗 我不敢笑 你笑都是自然的 但是他说了一些严肃的事 当然感觉不到严肃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您好 欢迎在街 方姐好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方姐好 手那么凉 我们在很冷啊 我是有一点体寒 您会不会是没人疼没人爱呀 没有我也有人疼 对呀 一般我们就说 哎呀 我的手脚老是冰凉 没人疼没人爱呀 她的年龄应该在三十二三的左右 就刚一转念就是二十九三十 应该最起码在这个年龄了 现在在做电影方面的统筹 对 电影方面了 那做电影方面统筹 会不会到处要跑啊 会跟剧组 那跟剧组一根就是几个月吧 嗯 我们是微电影 估计是一个星期 她这个职业一般男的 有些会保留一部分 你听到她刚才的感情经历 对她印象怎么样 应该是对自己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应该自己非常明确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我想找个对我好的 还有呢 很多这个包括这个爱好啊 这个价值观 一定要一致 我觉得 看看再接触接触聊聊天 跟她今儿穿着语言 再有点像 撞衫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女嘉宾 我们前期拍的小片 嗨 大家好 我叫蚊子 嗯 这就是我的小窝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呢 是之前在跟剧组的时候 一个饭店老板送的 嗯 我非常喜欢这些照片 因为它是一个工艺主张者 所以我把这些照片贴在这里头 希望我也能够去像他一样 去找一些 嗯 小乡村 大家没有去过的地方 去体验一下这种感受 这个其实已经有两年的历史了 是我之前在一个学校 嗯 当音乐老师的时候做的 为了鼓励孩子们 所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模仿棒 但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它 因为这是我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对于我的另一半 我希望它是一个成熟 稳重 有责任感 有包容心 老师一个比较大气的大脸盘 大脸盘 大眼睛 大嘴嘛 还挺大的人不小气 我第一句我就没听明白叫什么 朋友们称呼我蚊子 哦 蚊子 这次游戏中 一号男嘉宾再次主动抓住 二号女嘉宾 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含义呢 那个 左右脚咱们步调一致点 好 撤会了 你没我有经验 慢点慢点 是吧那边 我搞不清方向 只换钱就行 嗯 怎么慢 上车 能 测了吧 是吧 测得什么 再来 好事啊 慢点啊 别着急 没事 上去之后就直接变向前 对 对 走 走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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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吗 很好 就拿根头发也没事 看他俩比较熟练了 他已经从你那得到经验了 知道怎么走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男士的很多优点 庄老师 首先是相对的照顾女士 然后在很多点上 比如危险的地方提醒女士 嗯 但是我看的恰恰相反的 嗯 这个女孩跟第一个女孩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她是那种骨子里要掌握主动权的人 第一个女孩不是 所以你根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你认为因为你做鬼子这个游戏 所以你对这个场地和游戏规则你比较了解 技巧你也比较了解 而整个过程中你在完全在操纵她 她非常不适应 她并不是讨厌你 但她不适应这种状态 就是别人说我爱做 她不喜欢 嗯 我们说找朋友里头有个最典型的词语 叫做对象 找对象 那么在对象不同的时候 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 你回去看录像 你抓他手里一瞬间 他都僵在那 不好意思 装使 给你抓僵的 抓僵 就是她不是一个当兵的 就是个当头的 刚才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 那个女孩往前走一步 那指因为能感觉到 那指就要掉了 然后就先中 就把那女孩手就抓了过来 你感觉到了吗那一下 我感觉到了 你那一瞬间在想什么 我没有 我懵了 懵了 挺爷们的是不是 是 要不然的话她得做俯卧称 你会做俯卧称吗 我不太会 来 庄老师 我也不太会 庄老师呢 在我们这儿一直欺负王岛 一直把王岛欺负得脚疼了 是 他生生地用俯卧称 把我的脚给累坏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希望 你能帮我一个忙 展示一下我们的森井战士 请起立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 二 三 不好意思 庄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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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还说平了吧 关键是在这过程中 我一直在看王文燕老师的表情 他的表情就写着五个字 嫉妒 羡慕 恨 我的表情里头写的是 君子报仇 森林警察来了不晚 这哥们能照顾人 行 但是得让他动心 先生 我们对您的印象特别好 现在您就要离开现场了 对这位女嘉宾要说什么 祝您找到这个幸福吧 好 谢谢 掌声欢送 一号男嘉宾再见 我觉得这个一号女嘉宾特别漂亮 特别可爱 二号女嘉宾特别特别有才协 有能力 谈过恋爱 来北京谈的吗 还是在老家 在家里 谈过两段还一段 两段 第一段什么原因分开 第一段是上大学初恋吧 我现在也竖不上来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走的方向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是准备考研来着 然后可能他不太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方向不同 所以就很自然地分开了 这个第二段感情呢 也就是毕业那一年吧 毕业那一年他比我大 大多少 大五岁 那时候是他人生的一个低谷期 就是处于他当时开了一个饭店 那个饭店也是因为学校的关系 在学校里面开的 就是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得自己重新地去找工作 那个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吧 但是我还是坚持跟他在一起 但那个时候我就是受不了一种颓废太久的状态 我觉得对方一定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人 嗯 你希望对方有上进心 本来那段时间我是一个奋斗的时期 然后对我也不是很关心 对工作也不是 怎么不关心你的 就是 他不记得我生日 不记得你生日 对 但是不记得生日 这个事情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我提醒过好几次了 后来呢 分手之后又跟我补过一个生日 他怎么来给你补过的 就是跑到我学校来 拿着鲜花 拿着蛋糕 你原谅他了吗 没有 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轻易开始 一开始我就很投入 但是一旦放手就很就是头也不回 他找老公的找一个能镇住他呢 他如果能主动追男孩的话 就是一段窗户纸 要是让男孩追他就是一段山 所以他太不像一个90后的孩子了 对 他说话是状态啊什么的 对 有的时候某种成熟 也许就是某种不成熟 也许你的成熟恰恰掩盖了你 应该知道的很多东西 其实你现在不断地给自己的暗示 我是个成熟的人 我知道了很多事情 我也不想这么早的就知道 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可怎么办呢 我还是找一个再成熟一点的男人吧 真的不要去暗示自己 王达尔说的特别对 就是你的身上少了那种90后的那种阳光性的东西 渣户 对 多了一点点比与你年龄不相同的那种默契 就是跟你在一起 你很端庄很漂亮 说话非常的到位 而这个当你说出你90后的时候 哎 恰恰会让人感觉到你很深 可能在你这个年龄段上 你也追求自个儿 哎呀 你看我比他们成熟比他们懂得多 有些人都成熟 早熟了 都是大鹏里出来的 出太大鹏吗 早熟了 您看现在我们就做了两位男士 一位呢是大叔范 他很好 但是他经常生病 比如说今天脚就不太好 我里头说一个大叔范 一大爷范 不是也是一个大叔范 一个大舅范 一个属于那深沉忧郁范 你认为要是你去选择 是这样两类人 你会选择谁 可能是张老师的 哦 张那个小伙子是那个亲友团吗 一号的亲友团吗 一号好好好 拿他做一个参照 现在我们三个人 咱把年龄排除掉 这是明显感觉不一样 年轻小伙子那种朝气 我带着很重的木气 他这个就是木 那个木气 我也不太了解 我需要去了解一个人 感觉感觉 感觉在年龄统统拉 比如说 现在我给你介绍三个男孩 你选择一个 跟你去交流一下 你会选择谁 那可能还是年轻的那一位吧 好 来把话筒给他 先生您好 你好 你一看就是单身 对单身 你是一号的亲友团吗 是啊 你跟一号怎么认识的 通过他妈认识的 就是我跟他妈是同事 你跟一号女嘉宾相亲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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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 一号女嘉宾你好 方姐你好 这位先生跟你相过亲吗 没有没有 他是我弟弟 他比你弟弟呀 他比我小一点 你觉得他跟二号女嘉宾合适吗 挺合适的呀 年纪也合适 年纪也合适 对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吧 不要坑我 我干成 先生您做什么职业 我在国企做电厂 降噪很快 你知道吗 那个位置上 你真不该坐那 我们那个位置上呢 只要坐那的 很快都结婚了 是吗 我有这想法呀 二号男嘉宾您好 您好 方姐 这个你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呀 有点 你要再不上来 他可就把他给带走了 你高度我来一下 王老师 二号男嘉宾您一定喜欢他 为什么呢 他带了一个宝贝来 说是送给未来未婚妻的 这个男孩您见过 主持人口中的这位男嘉宾 正是2014年5月19日节目中的 一号男嘉宾王鹏 我说我昨天来考察咱们这个 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的地点 我怕我找不到道 就昨天晚上10点钟 他自己开车来这儿溜了一圈 年纪轻轻的他竟然还是玉石界的行家旅首 不错 一眼就能认出这个木大长走 还是不太容易 女嘉宾你选择了他将来结的婚室 他送你的东西一定值百万哦 在上次节目中 他被乐观开朗的二号女嘉宾深深打动 什么听不听 漂亮的猴子 你在吓着我 你怎么不理我呢 不行 我得勾搭搭 勾搭搭 节目的最后 他选择与同场的二号男士 一起竞争这位女士 请两位把玫瑰花递出来 哎呀 为什么 可能还是外型一个方面 你有什么话对一号先生说吗 谢谢谢谢 我看你 很遗憾的是 女嘉宾没有接起她的玫瑰 今日她整理好心情 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你好 你好 王老师又见面了 你慢点 你现在你来了 我还在那天想找你来着 大家好 昨天帮一个朋友去找一个故宫的大爷 结果那大爷出差了 帮一个朋友看一眼 你帮着看看吧 这点东西确实不错 你先好好看看 你别下结论 我那朋友 是把这东西要准备送他丈母娘的 没问题 这点东西太贵重了 确实他很有心 这点东西是一件老坑的黑菜 满色 确实是不错 而且有翘色 黄斐和绿翠 黄配绿嘛 黄家绿 黄配绿不是赛狗屁吗 一看你不懂 但真正来讲 在翡翠这个行业当中呢 红色黄色与绿色配是绝配 非常漂亮 绝美 如果再有红的就更好了 是吧 那就三彩了 福禄瘦了 这些呢 这件东西是懦种 而且起光了 而且这件东西长期戴 已经佩戴了起荧光了 对对对 这个估计待了多长时间了 感觉上应该是在一年一年以上了 也就是说这挺好的 终于不错 谢谢王老师 你可以估个价 谢谢王老师 你来就来吧 这不行 这也是给朋友拿的 王老师 是不是您在选择说过 这王方帮了我不找忙 什么都可以送给他 说过吗 这我说了吧 老庄你不是要出国吗 我没什么送给东西 祝你一路平安 好 谢谢 大家一看给人 感觉好像挺大方的 挺大方的 脾气好点 你发现没 他还挺懂的 我们这节目人 刚刚打开电话机的 还以为今天是健保呢 这个 我这夜空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裂痕 裂纹什么 你一看就没有 不 等会儿 为什么就回到你手里了呀 可以 请我得今天 先生 我听说你带了一个东西 准备将来送给未婚妻 真的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可以看一下吗 这点东西就是给未婚妻准备的 妈呀 所以自己就带在身上最亲切 王鹏手里的这份厚礼 是准备送给自己未婚妻的礼物 这是他为未婚妻精心挑选的上等翡翠 据他的朋友所说价值连城 他希望用这种真诚来打动自己的心上人 这是一件冰种墨翠的佛 天哪 这是一块墨翠 对 这很好 这佛太喜庆了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这件宫是当年最好的结阳宫 因为今年墨翠的行情非常高 墨翠的话 这两年的涨幅每年在百分之百 你懂吗这玩意 我一点都不懂 听天书呢是吗 对 你看你们俩这衣服 咱不说翠的事 说这衣服 确实挺搭的 你想想我们这这么多嘉宾 有几个都穿橙色的衣服 是不是 你可以向他提问任何问题 先生有什么爱好吗 除了这个收藏域以外 除了收藏以后 日常的活动就是爬个山 旅旅游 喜欢音乐吗 喜欢 对了 他很喜欢音乐的 可以唱一两句吗 可以 你说的话 我都相信 说的好听 说的甜蜜 这句话 多美丽 让它继续 他确实看起来给人感觉不像九零后 嗯 像八五左右的 二号男嘉宾 您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非常专业 我感觉 这个男孩吧 我感觉 我感觉他也是个孩子那种 他也依赖性 有一些依赖性在这方面 他可能在这个女孩身上找的这种依赖性 今天呢 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真诚 带来了爸爸和妈妈 其实我会发现 爸爸和妈妈肯定为你的事特别特别着急 是 尤其是妈妈 就是不能提 一提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那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好吗 好 好吧 让我们掌声欢送一下二号女嘉宾 再见 女嘉宾老师说的有点成熟了 表现的过于成熟 其实我平时还是一个挺二的人 一号男嘉宾的优点就是他特别会照顾女生 他是一个主导性的人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大男子主义 二号男嘉宾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外向的男孩 挺开朗的男孩 其实上次呢采访过您 我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好找 像你这情况那还不是一抓一把呀 真的真的 因为我觉得你特靠谱 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啊 先生您好 我刚刚对您儿子的评价 您觉得准确吗 非常靠谱 非常准确 我要体会到他从小我是对他无为不至 等我们岁数大了 他长大了 我体会到什么叫反普 对他的事情 我是他的爱情 他做主 我们就起了一个参谋作用 提建议 但是不出主意 自己的路自己走 自己的爱情自己去 他喜欢的就是我们喜欢的 他幸福我们就幸福 在我们的心中当中 父母是他的天 他是我们的阳光 是我们的空气 他幸福我们就幸福 我觉得如果妈妈就更爱这个儿子 这样关系更好的话 就好像有点害怕 先生您会不会觉得 儿子有点冤的行啊 太冤了 我也非常伤心 因为对他这个事 从开始到中良 我是非常百分之百的 喜欢那个姑娘 刚才你介绍了 我都把他的礼物都给准备好了 但是我不想再说了 是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 是因为我特别希望 人家来的时候 是了解你们情况的才来 然后确实喜欢 别咱谈了半天之后 人家说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觉得 而且我确实觉得 这不是什么坏事 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成长 但对父母来说 一次打击 有过婚史 爸爸为什么 29岁 小王你能理解爸妈妈的话吗 理解理解 你觉得这件事 对你伤害更大 还是对爸妈伤害更大 对我父母伤害更大 小王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这个婚姻 用爸爸的话来说 爸爸会说 太亏了 太冤的好了 太亏了 不是一般的亏 爸爸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父母对我 寄予的希望比较高 真是像我妈所说 我就是她的空气 我就是她的阳光 我有一丝愁容 我妈有三丝 对对 这婚姻持续了多久 婚姻持续了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 你们在一起生活过吗 没有 没有一块生活过 一天都没有过吗 一天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 爸爸和妈妈 觉得非常委屈的一件事 那你为什么要领证呢 双方还是感觉 对方还是不错 奔着婚姻走的 然后父母也见过了女方 然后也感觉这个姑娘不错 挺踏实 挺本分的人 这段爱情怎么失败的呢 因为你们结婚了 对吧 对 筹备婚礼了吗 婚礼正在筹备当中 出什么问题了呢 主要是双方谈的还是不错的 继续奔着婚姻走 但是领证之前 女方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领了证以后 就与太领证之前的承诺相悖 想在结婚以后 写上那个女孩的名字 就是想过到我们小两口的名下 这个我觉得确实 多少有些接受不了啊 对 因为是你爸爸妈妈的名字 对吗 对对对 你们家有几套房 现在等于有两套房子 他当时想过的是哪一套房 当时想过的就是 为我准备的那套房子 其实有点过分的 太仓促了可能是 太着急这件事情了 如果你是奔我人来的话 我觉得你把我人守住 什么都是你的 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吧 对我是独生子女 看你爸妈这么爱你 她也不可能说到最后 有啥事了 她把房子给我呀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跟那个姑娘说了 在我百年之后 家里的一根条线苗 一个筷子都是你们的 你着急 太着急了 不是时候 当时问题我就在想 那个女孩的妈妈 也就没劝劝她吗 这着什么急呀 她妈 我不想说她妈了 这都是她妈的事 所以那个孩子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对 所以就这样 生生地把一桩好的婚姻 给拆了 因为这件事 她妈就不让他们俩见面了 不让见面了 等于在婚姻持续 虽然说是一年的时间 从结婚领证到离婚证 但是后半年 几乎我们两位就没有见过面 只是打打电话 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 打电话是不接 短信不回 留言不回 好不容易联系到了以后 她可能还是碍于她妈妈这一块 然后可能考虑得多一些 然后可能考虑就是 咱们还是在电话里聊吧 不要见面 王鹏告诉我们 在那段婚姻中 她自己很苦恼 而在以后的婚姻中 她希望对方不要被物质上的东西所迷惑 更是能和她一起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就因为她是多子女 因为咱们都知道 独子 她在家里 以她为中心 我想她找一个对象 都是多子女 她必须她可能要有包容 包容别的兄弟姐妹 可这一点 我想错了 所以这件事让您二老非常伤心吧 相当的伤心 能把话能给妈妈一下吗 阿姨您好 阿姨您好 那段日子你根本走不出来吧 反正心里边挺别扭的 你心疼儿子吗 相当心疼 我看他一个难受一点吧 我就是已经非常难受了 很传统的家庭 没有看出他想要找什么样的 我要说你儿子 曾经经历的这件事情 对你们家来讲 我说一句话你们挺住啊 这是天大的好事 在没有真正的形成 一个感情记忆的时候 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两口子的时候 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情 听起来很悲壮 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讲 我觉得他要真的是到后边再酿成这种大祸 他这个容忍是驾驭不了的 对 知道吧 所以对他来讲 这是多好的一段人生经历 就你把他当好事 再来第一有选择 这几块老玉给他们把着关 是吧 第二 我认为他的这个人生经验 也让他学会和懂得了怎么去判断 而更重要的是 他的这样的一次 在选择的展示 一定会在电视机前有若干个 知道什么叫潜力骨的女人盯着他 适合找一个比较文静一点的 还要单纯一点的 不要有那么多心眼的女孩 比较适合他 他比较能够驾驭得了 再回来说说您这收藏 您这东西 这个庄老师一直拿在手里 爱不释手 就是这个玉这东西 我到今天我不懂 但是我就从这个东西说 这个这么一块石头 它价值连成啊 他必须是玩这个的人 他才知道它的价值 比如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男人 还不是一个好男人 得你是不是得一个宝 这得长得那个人 就是你说搁我这 拿这块石头 我摸了半天也没觉得 他好哪去 他能值几十万块钱 这个东西就是不敢拿了 就是他毫不大 人过日子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身边谁谁谁 我们从小就没怎么 住不着狗不带点同学 人家结婚了 两口都过得可好可好了 有的那个后来没两天 一打掉离婚了 为什么 就是你找对人 这个人把你看好了 他就无比的好 比如你第一回找到的人 也许你 你就是带他看到的 可能是这个房子 或者他父母看到的那个房子 他忽略了你本身的价值 你的价值远远大于那栋房子 对呀 他没有要 是他亏了 我觉得这男孩可能是 就比较老实那种 会比较听媳妇的 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特别同意 庄老师的话 我要把它放这吧 没准很多人过来说 哎呀不懂 看着乐 但不懂 他是一个宝贝 这个东西 他说的是这个人 这个人 他能够被什么样的 能够使宝贝的女人看到 这非常重要 这块东西呢 如果我们拿强光 从反面一打 就能看到翡翠 它里边是绿色的 这跟钱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算实的话 哪里都买得到 这个应该是 有钱也不好找吧 三号女嘉宾您好 方姐好 您好 您对这个先生 印象怎么样啊 他给我感觉 就是挺靠谱 需要找一个女的 跟他一起 踏实过日子的感觉 你想找一个 踏实靠谱的人吗 那肯定了 你愿意跟他交流一下吗 我愿意 掌声有请 三号女嘉宾 哎呀这什么情况呀 我们节目第一次啊 我怎么看着 呼啦呼啦的 一帮人就来了 掌声有请 三号女嘉宾 妈呀带着妈来的 这我要叫大姐吧 方姐好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谢谢 您好 三号女嘉宾 姐姐刘洋 二十七岁 黑龙江人 未婚 职业 自营业主 妹妹刘家 二十四岁 黑龙江人 未婚 职业 自营业主 她这挺烧心的 所以 她没能找到一个 丈母娘 先过来损一下 介绍一下 这什么情况啊 沙沙的来呀 你应该帮你爸 你妈做呢 这就正好了 三个对三个 我今天上来的目的 就是 在14年 把两个女儿 推出去 推哪去啊 推到外面去 推外面去 这个大姐 这个大姐 就您刚才 以一个母亲的状态 您看到这个小伙子 您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 假如说把你的女儿 其中的一个交给她 你放心吗 嗯 放心 那我想问一下 客观的讲啊 她有过一段 有名无实的 这个婚姻经历 您介意吗 只要孩子们愿意 我没有时间 非常通勤达理的妈妈 谁来介绍一下情况 你来介绍一下情况吧 哪里人 为什么在北京 我们家是 东北黑龙江人 我们家来北京 做生意 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 来北京可能有十多年 那就你们在北京 上了学对吗 他们俩一直都在北京 上了学 小学 初中 和大学都 那你们现在做什么生意 可以说一下吗 我们 蔬菜 蔬菜配送 主要是对准超市 也就是说 他们娘三个 非常辛苦的 在北京做一个生意 生意做得非常好 不是普通的卖菜 他们是很大规模的 然后为超市 来做配送和物流 你明白了吗 她这俩女儿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 我觉得她小女儿 好一点 我觉得大女儿好看 您今天希望是 把两个女儿都推出去 对 您不需要我帮忙吗 我不需要 怎么不需要就不需要 还这么犹豫 王老师 您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 你非得帮忙 我也不拒绝 你妈妈需要我帮忙吗 就这样 我妈她现在确实是单身 一提到母亲 也是单身状况 母女三人 再也忍不住 内心的伤痛 在她们的内心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的目的是 把女儿先推出去 因为我两个女儿 太辛苦了 我们这个家 就两个女儿在支撑 因为我爸爸 他是去年去世的 现在这个家 靠两个女儿支撑 我特别难受 所以我特别着急 我也特别喜欢 你们的节目 我每天都看 你们的节目 因为我妈妈 她现在是单身 但是我爸 她去年才去世的 所以 我现在走不出来 所以我妈她 我必须把两个女儿 暂时还没有考虑 这件事情 妈妈您觉得女儿 非常辛苦吗 特别辛苦 两个女儿 特别 两个女儿 就当男孩一样是 全国两个女儿支撑 两个女儿都在忙什么 老大在外地收货 各个产地跑 每天 还特别辛苦 过春节 二十九回来的 初二就走了 平时要是 只要回家 只能是 有时候连一宿都不住 开车就去找产地去 老二在家里 就是往超市里边 给我送货 其实你们的生意 做的还是不错的 可以 生意做的是可以 但是 因为做蔬菜批发这一块 它不是说像山盘一样 朝九晚五 它可能就是 没时没点 然后又需要全国各地跑 所以 辛苦是辛苦一点 特别辛苦 非常理解他们这种心情 因为我也是担心家庭 性格比较合适 对 面对两姐妹之间的相互推让 使王鹏左右为难 他们是姐妹情深 还是对王鹏没有好感呢 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个游戏 你分别跟姐姐和妹妹来做一个游戏 谁先来 姐姐和妹妹 还是姐姐来吧 看来妈妈 你是不是更着急姐姐的事 姐妹必定她比她大两岁嘛 关键是这情况 来吧 两位好 随意吧 姐姐先来 请记住 按照刚才的路线走一圈 气球不能掉 明白我的意思吗 最后 当你们回到原地的时候 不能用手 需要你们用背的力量 把它挤破了 王鹏这是不是比你那难啊 对 这一用力气球会破 我觉得我那个挺难的 把手拉上 把手拉上 这样帮着这 来慢点啊 小心小心 气球要掉了 一二一 二一 盘着到了 到台的边上了 最主要是刚才已经知道 怎么来做这块了 他应该换一个 换一个项目 球都让我输了 球都让我来了 好 停 上台阶啊 一 走 走 好 站住啊 站住 走 再走一步 好 准备卖这劲啊 走 上 走到台子的中心啊 好 咱们两个用背的力量 把这个气球 碾爆啊 等一下 慢一点啊 来一二 很好 来妹妹 来 开学 好 来 好 走 走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别着急 走 走 走 好 好 下台阶 慢一点 慢一点 别着急 别着急 快看啊 来到台边了 一百多个足卧撑啊 好 来走 走 往前走 往前走啊 上台阶 好 走两步啊 别着急 走两步 来 上台阶 好 好 咱们还是一步一步 慢慢来啊 不着急 走到台中间 用背的力气啊 好 王老师 您觉得先生 跟两位女嘉宾 谁配合的更默契一点 都挺默契的 嗯 这个男孩 真的是个好男孩 就是你看他那个 全过程的那种 呵护那种 懂得去照顾别人 永远把别人 放在第一位 永远把别人的事情 当成最重要的事情的 那种 那种意识 其实一个男人 有的时候我们说 看这个男人看什么 就看这种细节 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 其实这个游戏 是有一定肢体接触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 人一定会有一个 先天的感觉 来小伙子 向前迈一步 过来 请三位女嘉宾向后转 这个 这是姐姐 这是妹妹 哪一位印象更好一眼 姐姐妹妹 请指一下 好 来 向后转 妈妈 您猜猜先生选择了哪一位 他非常坚定 选择了一位 可能是老二吧 您猜猜 也应该是小女儿吧 您猜一下 应该是老大吧 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 能告诉我 你说我本来还想弄个悬念 你就太没劲了 你不会假装说我看错了 不就完了吗 的确刚才在姐姐和妹妹中 选择了他对姐姐印象更好 我就会在想 如果我是这个男孩 为什么对姐姐印象更好 因为他刚才妈妈的口中说 大女儿是多么的持家 多么的知道体贴妈妈 然后他现场就落泪了 我要是个男人 我也会有这样的想保护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这真帅 那麻烦你们俩到观众席坐会儿行吗 这游戏 对 我也觉得这游戏 这俩挺配的 我觉得挺大的 因为眼神看起来好像很坚定 对 你想过吗 他选的是你姐姐 我没想过 你们会不会还挺感谢他的 感谢吧 感谢 要是不感谢 你不会现在满眼的眼泪 我相信 一定是你会觉得 是我那些话打动了你 对 你会觉得确实这么多年的不容易 你需要一个男人 需要一个懂你和心疼你的男人 确实需要一个男人 来帮我们撑起我们家 不是我跟你说 那纸在那头呢 你这拿一张就行了 这孩子 这可是我们的纸 你不心疼啊 再拿一张 哎呀 你这要是一不留神 还弄成上午卖菜下午卖玉 哎呀妈呀 你最后的外号叫玉白菜 挺配的 挺合适的 嗯 他能听好 你帮我劝劝他哭了 你把眼泪擦干 自己要坚强起来 你会谈恋爱吗 你急死我算了 你应该直接说话悲痛为力量 我要是你我就这么说 看见你落泪 我心里好难过啊 我真的看见你落泪 确实心里挺难受的 希望 基本上是我原话 一个字都没带动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 我好了 小伙子你把他逗乐了嘛 逗乐了就行了 对 你也不用安慰他 嗯 比如说你说我们家有一个特大的宝贝 我也准备送给王党 满脆的帽子 那还是留着 留着给庄老师戴在英国吧 他人家说没关系以后有我在 OK 你懂这些玉石什么的吗 不太懂 因为我看你手上戴了一个 嗯 这个是我妈买过我的 嗯 来鉴定一下 这玉髓的一点东西 嗯 玉髓手装 嗯 没你没你那个价值高啊 我戴着很好看 太会说话了 很好看 嗯 你告诉我 你对这个先生的印象 就刚才这一系列的印象怎么样 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之前的事情 他们家确实是 嗯 对他这个婚姻大事挺着急的 但是 嗯 给我感觉他们家的人就是 嗯 挺靠谱的 五个手指 就我手难看点啊 这个代表最好印象 这个代表第二好 第三好 第四好 第五好 你现在对他的印象在哪里 请指一下 嗯 你觉得他指的是哪个手指 应该是第二好吧 为什么 我感觉他可能 嗯 因为不是很熟悉嘛 他还需要再了解一下 恭喜你答对了 哎呀 我怎么突然觉得 有点那火花似箭的感觉呀 来 庄老师 姑娘 我告诉你 你把握好机会 你要不要他 我马上给他介绍 哈哈哈哈 你找我的身体好 你先别着急 我早就给他盘算到我们邻居的 小碎西安了 那我也想跟这个小伙子说 我特别喜欢这个姑娘 她是知道吃苦的 你知道现在的很多女孩子 尤其是八零九零后 都是独生子女 而她不一样 她的爸爸妈妈 出来北京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女孩子 不是养尊处优的 其实你可以看看她的胳膊 我就觉得我够黑的了 我刚才往过一站 我挺心疼她的 就会觉得 她是在什么田地里边 帮着收 告诉大家 这个要这个要这个 你知道在这个年代 这样的女孩 我就认为是宝贝 我特别希望你也能这样 我大概了解 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她完全可以 过三老头 帮着她去跑 过四个男的 去帮着去招呼 自己躺在酒店里头 她这条件都有了 但是她依然是一个 自己情分 打平事业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这样的女人 其实真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是说不多见 是确实不多见 我每说到一句话的时候 她都在落泪 你看到了吗 你告诉我 如果你给她打一个分 会打多少分 我的第一印象是 我打90分 非常好 谢谢你 你能告诉我 爸爸去世这件事 对于家来说 是一个天塌了的事 对吗 对 因为怎么说 我和我妹 都是大学毕业的 其实以前 家里这些事情 我们不太管 也不太操心 以前 我其实上班的 然后家里生意忙 忙不过来 我爸说让我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只是在北京 就是可能做我妹 现在这样的事情 给超市送同货 发他货 然后外面的事情 我不太去管 因为因为我爸 他领了一些人 去管这些事情 现在就是说 我爸他走了 然后我男人夫妻 我爸现在 应该有的那种责任吧 花木兰啊 没他那么伟大吧 在父亲去世后 刘洋便承担起 家里的所有重担 近一年来 他几乎很少 与母亲妹妹团聚 大多的时间 都是一人 在全国各地出差 在他的心中 他一定能像父亲一样 打理好家中 所有的生意 我看到妈妈 一直在擦眼泪 我相信妈妈 此时此刻 有多么的心疼 这个闺女 你好 刚才女儿说到 她现在其实 做爸爸过去的事情 都是这样对吗 是 我以前我也跟她 孩子们上了 我说不演的话 你们俩都上班吧 就放弃 我女儿说 我一定不要放弃 我一定要把 我爸爸妹 完成的梦想 我要实现 也就是说 其实女儿是可以 到办公室里 坐在那里 坐白领的 以前她在外貌 做外貌 从出国 后来爸爸没了以后 她把工作辞了 她就回了 她长南起家 把这个家 全靠他们姐俩支撑 父亲刚去世 如果我要是 作为她的男朋友的话 我肯定要劝着她 让她母亲的心情 更开朗一些 哪怕少剩点钱 出去走一走啊 然后让妹妹 让母亲的心情 又能扩大一点 开朗一点 经过三号女嘉宾 母亲的动情讲述后 一号男嘉宾 也渐渐开始 对她产生好感 你以前做外貌啊 对啊 做哪方面的外貌 做出口 主要跑哪个国家 主要是跑印度 去的次数很多吗 去了有两三次吧 但是待一次 待的时间比较长 多久 大概一两个月吧 那应该说 对太极灵啊 什么的非常熟悉了 不熟因为出差 比较忙 所以那些地方 想去 但是也没有机会去 我一直在想 我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看太极灵 但现在还 没有这个时间啊 有机会咱一块去 先生 您即将离开现场 什么话对她讲吗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然后把悲痛 真的化为力量 然后来讲 有一位 真正关爱你的人 去永远地爱你 我就觉得 您这个话说的吧 确实需要 王老师给您教教 什么叫化悲痛为力量啊 我就告诉你 其实这个时候的女孩子 你还告诉她 有机会我们多交流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 就很好 你觉得呢 希望跟你多交流 对你印象真的很好 来来来 咱就跟你握手呢 好的 这边哈 再见 再见 第一印象还是对这个 就是三号 也要跟这个姐姐 比较影响好一点 感觉她比较就是独立吧 女性性格比较独立 自强的那种 然后感觉上 她也可能挺不佳的 因为她你想想要你重拾 爸爸的那个愿吗 把爸爸的愿文成吗 华也挺配合她的 只是我在厂商 我不会说 我这人不会脚杂 这一年多 你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经常去菜地吗 倒也不用去菜地 就是 但是环境就是在农村 嗯 这样 去农村干嘛 就是收购 比如说 你看这个 这个白菜好 就收白菜 我们只收购一种 什么东西 西红柿 我说找这媳妇 吃狮子不能耗散 经常会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去各地去 收这个西红柿 嗯 对 你不用做很苦力的活吧 不用 因为有工人对吧 对 但是我确实觉得 作为一个女孩子 27岁 咱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没事还出出国 做点外貌 多好啊 因为这个生意是 我们家做了有 十五六年的时间了 就是现在做到这个程度 确实不容易 然后也不想放弃 这一年多 你没怎么在北京待过 回来的时间 可能一天 有的时候 两天也就这样吧 那要是谈恋爱了怎么办 嗯 如果说是 确实是 有稳定的谈恋爱的对象的话 嗯 我觉得现在还是说 以自己的婚姻大事为重 我也是说 希望解决我妈的一块心病吧 谈恋爱了怎么办 这不能老出去啊 没问题 外边有人收获 以女儿的婚姻大事为主 对 我仅仅在104年 我一定要把两个女儿都嫁出去 妈妈的口号就是 14年把俩个女儿嫁出去 来妹妹您好 假如你姐姐真找到一个 像刚才2号男嘉宾那样 靠谱的先生的话 嗯 你愿意帮姐姐暂时去收一下货吗 没关系 我和我姐姐 我们俩从来都不会分彼此的那种 你会选那个汤吗 给他送花 有对的想让 嗯 你不送我老头送的 2号男嘉宾回到观察室后 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此时 三位男嘉宾同时喜欢3号女嘉宾 接下来3号女嘉宾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哎呦 你会在家里的这个事业中来的 那么将来找到男朋友 男朋友你说了家里有男人了 能够支撑起这面了 你是打算和他继续在这做这个 还是要回到办公室 继续你原来做这一半的事业 三十几年来说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会放弃我们家现在的身影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母亲刚才反复再说一句话 2014年我要把两个女儿嫁出去 我特别想提醒这个妈妈 您的两个女儿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孝顺 您这个话在某种层面 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 他们会觉得如果2014年 我们俩没嫁出去 我们俩就是不孝顺 那么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担心 就是他匆匆忙忙的 为这个家里找到了一个男人 而不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很可怕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口号 对对对 这个在过去的日子里头 妈妈的这样的口号 或者自己的这样的口号 我几几年一定要把我怎么样 或者一定要把我女儿怎么样 这个口号我就负责任的说 坑了不少人 她会有意无意的加快速度 放弃这个思考 抓紧时间办吧 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我建议妈妈 从今天开始 我女儿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 什么时候嫁人 这个口号适合你们家 让他们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三号男嘉宾 准备一下 没事 都是很可精神的伤 没没没 站起来踢踢裤子 你踢裤了 这时候都得踢裤了 我都不知道 掌声有请一下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邓永刚 来自四川潘之花 目前在北京一家外企 从事IT基础认为本地知识工作 工作之余 会与朋友们一起去郊游 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 比如说去长城植植树 捡捡垃圾 有时候会与朋友们聊聊 中医养生的话题 平时在家会做一些工艺品 但是都是作为朋友离别的礼物 目前我正在制作一件龙凤的工艺品 就是送给我们结婚的礼物 我希望我未来的它尽早出现吧 欢迎到我家参观 这是我的卧室 平时都自己打扫收拾 因为从当兵了以后 就是养成了这种爱整洁的习惯 所以看到凌乱的时候 心情也会不舒服 这是我的厨房 然后平时下边回来 自己去买菜 然后自己做饭 不习惯在外边吃 考虑外边一方面说 这个卫生条件不是太好 另外自己做的饭的话 自己吃的也比较放心 您好 先生 欢迎您好 您好 您好 这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猜一下 一帆风筝勿忘我 对 这是你买的一个礼物吗 不是 这是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呀 对 昨天下午刚完成 太漂亮了 它是用这四袋自己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船 是用一个一个的三角叠起来的 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小伙子 谢谢 谢谢 那里边是什么好东西 这是准备考考你的 考考我的 考考王导和庄老师的 这是我叠好的样品 然后呢 这是没有叠的一个原始材料 怎么能叠成那样 就把它叠成三角 好的 别告诉他们 让他们俩自己试试 那个船都是个橘色的 你自己不也穿橘色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个 它属于一个工艺品的话 可能在视觉上 这个橘色不是特别好看 您今年多大年龄 三十四周岁 有过婚史吗 没有 但是有过一段感情 未婚 对 这张照片在哪里拍的 这是我们公司年会上的 你要为你主持吗 这是我表演的节目 你表演的什么节目 唱了一首歌 那你赶紧给我们现场观众 来一首好不好 要不要我为你唱首歌 接着你心中忧伤寂寞 要不要我为你倒杯水 也许哭过以后会口渴 她应该对着那姑娘唱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请你轻轻告诉我 由于三号男嘉宾对三号女嘉宾 有着强烈好感 所以在才艺展示中显得格外紧张 然而三号女嘉宾似乎还沉浸在 过去的伤感之中 面对三号男嘉宾的表现 她好像无动于衷 接下来三号男嘉宾能否成功 获得三号女嘉宾的芳心呢 你看这两位 特别认真地在 叠他们的小职工 要不要为你唱首歌 要不要给我做老婆 要不要给你叠喝喝 叠好了没有 叠完了 我想问问我的朋友的意见 你看可以吗 其实你心里早有主意了 还用大哥给你敲定吗 我想听听了 你觉得你应该先三号 先生您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十二年前 是因为一段感情结束来的吗 没有 是退伍以后来的 你也当过兵 对 你逗过狼吗 没有 因为我是在机关里边 所以 是警务兵吗 不是所以警务兵 所以警备部队班 警备部队班 当过兵的男人挺好的 当过兵的男人确实挺好的 我觉得你今天 由于哭的时间太长了 好像一直 还没有恢复出来自己的状态 对吗 当然有点 要不这样 我采访他一下 你先听听他的故事 您告诉我 是您更欣赏这位女嘉宾 还是二号更欣赏他 因为都是外地人 到北京来闯荡 所以说从今天来说 这一点有一个共同点 您觉得有共同点 也就是说您认为 您跟他更合适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好感吧 不感谢三号男嘉宾 没看见三号女的 我看挺好 三号女的女生 好的 那我们三号女嘉宾 先休息一下 好吗 掌声欢送一下 二号他吧 给人感觉挺稳重的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三号 他条件也挺好的 然后人也挺成熟稳重的 再来看看吧 先生您说谈过一段恋爱 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06年到 11年年底的时候 准确来说应该是六年吧 六年恋爱 对 你们那段感情 应该算是很深刻的了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是在我人生当中 经历比较坎坷的时候相识的 他对你好吗 还不错 没能够走在一起 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为什么 他父母的反对 他父母为什么反对 首先就是我比他大九岁 仅仅是因为这个吗 其次就是没房没车嘛 还有一个条件说 我家离他家比较远 您家在四川 对 他呢 山东 你去过 见过他父母吗 应该是在和他分手 前几个月见过 就是因为见父母分手的吗 也不是 见父母 他父母对我的感 那个印象还是挺好的 但最终的话就是 应该还是在这三个条件之内吧 所以就说那一段感情是没有办法分手的 对 那最后分手的时候你俩见面谈的吗 没有 什么方式 也就是通过电话和短信的方式 你直接跟他说的吗 对 你怎么说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和他谈结婚的问题谈了三年 就是要探讨结婚 因为我妹是09年结的婚 09年结婚的时候 他和我去了我们家 然后回来以后 我们就和他商讨这个结婚的事情 所以他呢 当时就是说 他就说给他母亲一提了这个事情呢 他父母就 给他说一个什么呢 只要你离开这个家 我就不认这个女儿 他给他父母提了以后 他就不敢再提第二遍 所以没有办法 对 你觉得你不能够给他 他父母想要的生活 就是说和他分手的时候 他也知道 我们准备 就是准备买房的这个 也在看 一些房源信息也在看 他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存款啊 什么的 他也知道 在他的因素上面 还是被他父母说服了 所以最后 其实他对你的感情变化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 在这个男人 他的这个年龄阶段来说 他应该该有的 应该都差不多 但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年龄还大 所以心理的落差会更大 我想说一下 对这位男嘉宾的印象 我们的主编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说 当我们因为要排着队见面嘛 然后说先见一个人 再见他 他在门口的时候 跟很多年轻人不一样 他拿了两本书 然后坐那一直看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 爱学习的男孩 你当时在看什么书呢 我是当时在看一本 那个IT的一个管理的书记 准备考试的 也就是说因为你没根没靠在北京 对 所以你必须自己努力 对 你只有考上更高的级别 你才有可能有更高的工资 我不想一直在基层 我想往上 上一个台阶 上一个台阶 我就需要充实自己 需要拿一定的认证 考过了吗 过了 已经过了 对 那也就是现在已经台阶上了 认证是过了 但是说这个台阶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的理解哈 我觉得他必须要有一个事业心 因为事业心它是对 它是一种责任 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责任 你今天其实做的很多的东西 是想证明给他 或者给证明给他家人看 也不是 我是证明我自己 证明你自己 对 因为人是为自己而活 不是为别人而活 嗯 你今天的状态 离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还有多远 怎么说呢 现在我可以说是比上不足 比下还可以 你今年34岁了 我是36岁结的婚 我认为我结婚很晚 我认为一不晚 步不晚 我到今天没孩子 你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我特别怕你什么 为什么我绕了这么大弯子 去讲这个道理 我特别怕你和那家人 或者那个女孩较近 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没有 我才能去结婚 我没有和他较近 因为这怎么说呢 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到北京来经历了这么多年 我经历了自己人生当中的最痛苦的几年 也就是最低谷的几年吧 但是呢 就是说人他有一定是需要有欲望 有欲望才有动力 我们需要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家长肯定喜欢这样的 嗯 比较踏实 对 父母都会觉得这样是过日子的 对 对女儿好 对 对 你怎么认识他的 因为我好学习啊 学电脑 我说请教老师了 非常有耐性 将来是一个好丈夫 对 在家庭上呢 他肯定要能做一个好丈夫 还有包容学和责任心 很好 您希望找个什么样的女孩 还是希望一个善良 因为自己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嗯 希望找一个善良的女孩 好 我们请上各位男女嘉宾来做最终选择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进行最终选择了 最终选择之前 二号先生 你的爸爸妈妈来了 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 嗯 不用 不用吗 那我来替你问一句 先生您好 三号女嘉宾的妈妈一直在说 说你们会不会一定特别希望 儿子找一个北京女孩 自己选择吧 看她的选择 对 好 现在我们是一号 二号 三号男嘉宾 请问你们自己知不知道有没有人 两个人会选择同一个人 您会选择吗 选择 我再考虑考虑吧 啊 放弃 那看来是一号先生要选择了 是 哎 这很有悬念啊 掌声有请一号先生请到这里来 好 立定 你们猜猜一号先生会选择谁呢 您选择几号 我选择三号 三号女嘉宾请站到这里来 请站这里先生 为什么选择三号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我觉得他们像我们这种单亲人们应该挺重感情的 你也单亲吗 是啊 我母亲去的很久 你妈妈多大年龄去世的 我妈三十六去世的 那那时候你多大呀 我十三 你十三岁就没有妈妈了 十 好 请你把花伸出来 七位女士 愿意尝试一下吗 我愿意了解一下 装带道 来 请两位交流一下 今天装带道终于有用处了 好 今天我们现场有两位非常优秀的女嘉宾和两位非常优秀的先生 如果大家喜欢他们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我们也期待一号男嘉宾和三号女嘉宾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再次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请大家退场 谢谢 我刚才我们上载这个男嘉宾的这个阳光室交流了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的责任挺重的 因为我对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 你要带着他们走出这种生活方式 我自认为我也有能力配合你 我希望我们的以后 多交流交流了解了解 他们都是事业有成的典范 我自己亲人一个就是电子连续间贸易游戏 下午经理就是前期和国外有一些联系 做就是印象资料的收拾化 缘分让他们聚在这里 不做坚强的他们 被亲友团爆出了什么内幕 因为曾经可能也去谈过一些嘛 可能也是受到这样的挫折 成功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心酸 到了用献血来换取报酬方式生活的姑娘 在北京几年之后她买了房 可是一个女人再坚强 也渴望家庭的温暖 走近他们走近爱 6月8日敬请关注 我想有个家 想了很久 我想想他请我回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嫁给我